由台灣工藝聯盟特別專案支持 地方創生團隊從去年開始 進駐花蓮東部偏鄉 進行活動及課程 並針對地方盤點 發現宜蘭、花蓮及台東地區 各有三個團隊 透過區塊鏈數位工具 將當地具有影響力的議題數據累積 成為未來決策的參考 我們這次的這個計畫 主要是由台灣工藝聯盟特別來支持 那我們在去年其實從東部 在花蓮的新城 開始進入到東部的一些偏鄉的一些關懷的議題 那麼在一年裡面 我們在東部辦了很多的活動、課程 然後進去地方的盤點 盤點完之後呢 在這一年多 我們就發現東部有很好的一些團隊 分別在今年會是在宜蘭、花蓮還有台東 各有三個團隊 會透過區塊鏈的數位工具 能夠把這當地有影響力的議題 透過這個數位工具 開始進入到一些數據的累積 那麼當有這些累積的時候 以後地方它長期就會有 它的一些資料 能夠慢慢的可以提供給企業 他們來協助跟參與當地的時候 變得更有效率 這次邀請三個來自宜蘭、花蓮、台東的地方 永續議題進行聚會分享 由台東在地人文行旅負責人 以餐廳永續經營的實踐和實驗開頭 讓來自世界各國有興趣參與永續地方創生的民眾 一起集思廣益 那麼台灣現在很多在做創生也好說 地方的陪伴社區的工作 其實都是人工紙本化的作業 它比較少運用到所謂的數位工具 能夠讓這些城市跟偏鄉的資源 能夠做更好的融合 所以我們很希望說這次在東區光點的 數位廊帶計畫 在公益聯盟這次的支持之下呢 能夠帶給台灣更多在地方創生裡面 有不同的思考跟想像 以往的地方創生常常在該地實踐完後 就無法與其他地區連結 甚至產生斷層 因此該團隊希望藉由數位工具 累積各地區地方創生團隊數據 成為彼此參考的依據 讓永續議題持續發酵 發揮影響力 記者陳敏倫 台北報導